关于夫妻之间的信任,有三点值得深思 夫妻之间最重要的不是财富,而是信任 因为信任是夫妻相处的基石,被辜负就很难再信任 那么什么是信任呢? 心理学家罗特尔认为,信任是个体对他人的言辞 承诺以及口头或书面的陈述之,可靠性的一般性的欲望 对于信任的理解呢,我很喜欢这句话 信任就像一张纸 皱了即使抚平也恢复不了原样,所以不要轻易去践踏夫妻之间的信任 夫妻之间呢,不能绝对的信任,也不能绝对的不信任 仔细想一想,夫妻之间绝对的信任和绝对不信任 在婚姻里都其实是错误的 绝对的信任会让你对另一半像是风险意识和警惕 绝对的不信任呢,夫妻感情大打折扣 婚姻一路亮红灯,没有幸福 建议就是呢,夫妻之间信任固然重要 但也不能百分百的去信任一个人 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一句话啊 叫你那么信任他,他把你卖了 你还笑着给他数钱 我觉得呢,夫妻之间信任呢 还是要有繁患于未然的约束 比如说我不喜欢你和那谁谁谁 有说有笑走得太近 我吃醋了,你离他远一点等 这种呢,就是来约束对方的 避免有些人遭遇到另一半的背叛 还蒙在鼓里 有女人呢,就是太相信自己的老公了 才把自己逼到绝路 小慧呢,她就是这样的一个女人 她对自己的老公呢,真的是绝对的信任 当她得知自己的老公出轨的那一瞬间 满脸的不相信 曾经还说全世界的男人都会出轨 我老公都不会 结果她老公就是出轨了 综上所说啊,夫妻可以信任 但不能绝对的信任 还是要适当的保持理智和警觉的啊 消极抱怨的态度呢,会让夫妻陷入信任危机 在亲密关系中呢,夫妻总是少不了闹矛盾和误会 当发生的时候呢,如果有一方的态度是消极的 那么另一半呢,也会被带动 比如夫妻之间看手机这件事啊 女人翻看男人的手机,被男人一把抢过去 男人态度表现不耐烦的说 你看我手机做什么呀,你自己没手机吗? 有个性的女人肯定接受不了这男人的口吻啊 而且呢,女人的好奇心向来都是比较重的 男人越是不让看,他越是要看 紧接着,那个没看到老公手机的女人 就会陷入一种无私乱想的境界 认为男人的手机里呢,一定有秘密 并结合自己看到的,听到的 开始怀疑男人是不是出轨了 然后呢,就开始用行为呢,试探对方 也许男人怕女人发现秘密真的出轨了 也许那个男人呢,并没有出轨 是随口的秘密说 但是呢,男人不给女人看手机的态度 表现是消极的 消极的态度自然会让女人产生消极的看法 就算男人真的没有出轨 女人呢,可能也会结合当下的大环境 离婚率和出轨率高的年代啊 把他和出轨联系到一起 所以呢,夫妻之间如果出现误会和矛盾 请尽量用积极乐观平和的心态去解释 千万别用消极的抱怨的态度 那样会让夫妻呢,陷入信任危机 一次两次呢,都没有俗事,但时间一久了呢 信任呢,也会被彻底瓦解的 三,夫妻失去信任,形同末路 往往是离婚的前兆 张爱玲曾说过啊 人生是华丽的外衣上爬满了狮子 那么婚姻呢,就是破衣上满满的狮子 如果想穿下去,就得用信任 把那些东西一只一只掐死 有人说,如果夫妻失去信任,会怎么样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失去信任意味着确定性的消失 是夫妻离婚的前兆 容易把普通事件直接和最坏的结果挂钩 另外,很多过来人的经验也告诉你 夫妻一旦失去信任,过日子呢,会很累 这种累呢,更多的是来自内心深处 因为你每天想着对方是在做什么 是不是在算计我呀 是不是背叛了我呀 以前他说加班,开会你都信以为真 现在他说加班开会,你都有一堆理由不确信 于是呢,开始看待事物偏激 患得患失,捕风捉影 无理取闹,严重的可能还会发展成妄想症 每天这样,心怎么可能不累呢 还有,曾经相爱的两个人呀 从信任变成不信任 夫妻会出现心与心的隔阂 这种隔阂时刻提醒着你 在失去信任的同时 你们夫妻之间的感情呢,也会变淡 渐行渐远 或者说呢,在失去信任的同时 你们夫妻之间的感情也会跟着失去了 总结一句话就是 因为不信任,所以不再爱